他说一银搬家的时候把50公斤的物体沿着高4公尺长8公尺的楼梯由一楼搬到二楼费时40秒 那问你说一银对这个物体做工的平均功率是多少瓦特 那这边我们要注意一下功率很简单就是把你做的工出于你经过的时间 那我们从这边看一下 因为我们背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力量往上 所以说呢你要找跟它平行的距离 那我们从这边可以发现高往上4公尺 所以说呢50公斤往上移动了4公尺 基本上你做的工等于它增加的位能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你增加的位能呢基本上就等于mgh 那你的m呢是50公斤 乘以你的g是10乘以上升的高度是4 从这边就可以算出他的做工多少交 那接下来呢他跟我们讲说它40秒嘛 所以我们把它做的工 所以他经过时间40秒 因此我们可以算出他的功率就是50瓦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